繼續來看中國的宿船 有一間主案公司叫做安純訊信 跟中國政府部門的關係是很密切 說這間公司的資料多少 以外讓人看到 中國對海來外感染的狀況 說中國感染要發動到望路攻擊的對象 包括台灣 像這個台台便宜 然後我們出名大學 都在海客攻擊的名堂來 最近出現老實問家的事件 其中這個安純公司對我選擇說 已經集結束了政府目標 包括馬來西亞 泰國到蒙古 其中台灣包括 台台便宜病人比例的數字 都中有 台灣台海應用力量的研究數 探討台海有限的寬寬也不減空 另外我們國的人口治療 通信公司 台灣國管制的建築 途路的數字都中有 他把醫院也列為是攻擊的目標 最主要的原因是醫院 他會擁有非常完整的個人資料 這一些基本上都是可以去作為 下一次發動網路攻擊的一個 起手式 主案專家 今天分析說 這回老實物件 包括開港的記錄 客戶名單和三片的手機 內容真是成功 真是政府政府贊助的團體 如果今天是政府官方的網軍的話 那有可能會被其他國家 在這個反追中上面 如果抓到的話 這個會有可能會被解釋成一個 是類似軍事的一個行動 所以他會希望的是透過 跟這一些民間駭客的合作 來擺到他一些政治或軍事上的目的 來國和台灣的緊張情勢 不在軍事上 連網路都變成另外一個無形的戰場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